能够在客场享受这种待遇 也说明广州恒大队现在在整个亚洲 也是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 为了打好今天的这场比赛 广州恒大队不仅是包专机 做老板许家印的专机 去到了 百趟神队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恒大队所有的队员都已经退回到了自己的半场 这个球进了 进了 这个球确实瓦格纳把球伐进了禁区 谁都没有碰到这个球反弹之后呢 直接窜进了球门 直接打门了 打得比较正 门家把球拿到 反击的时候 百趟神 这个人数上的非常多 危险啊 又增成了 这下真是立功了 增成立功了 对方的18号田中顺野 正好是蹭给了后点的田中顺野 防守问题暴露的比较多这一段时间 纳队现在完全压制住了对手 孙祥 门前传 飞大门了 墨里奇 漂亮 漂亮 五十七分钟之后 墨里奇就得这么打 打进一球 广州恒大队扳平了比分 我们说恒大队在变回4231之后 逐步的控制住了比赛 这一次是孙祥的船中 对方解围出现失误 墨里奇 爆射 打进球门1比1 这个进球是极大的鼓舞了广州恒大队的事情 他们自己感受到了一种绝望 你看这种球的话 本身孙祥的船中球质量非常高 太漂亮了 对方几个胜后位也是来到了禁区之内 投球 好球啊 孔卡在球门线把球顶出来了 孔卡 这个球太关键了 墨里奇 引读对方 造成对方的犯规 但是这个球 真的是 所以我们刚才谈了一点 就是你这个时候的注意力 专注度一定要急速 没错 没错 我们在后点出现了问题 防守漏人了 现在是正志打球 交给墨里奇 阿尔克森 选择射门 大队防守队员身上 孔卡 再打 漂亮 太漂亮了 孔卡 打出了世界波 二比一 漂亮 刚刚还在门前 帮助本队救险 现在要在对方的门前 一脚 怒射 在禁区外一脚怒射 洞穿对方的球门 这就是球星的价值 这个球有可能是 当年的巴西联赛的最佳中场 这个球要 可能要击垮对手的这种自信了 对 这是致命的一击 来自孔卡 你看 左脚卸下球之后 这个球还真是没有怎么发力 漂亮 这条球它就控制的特别了 控制的太好了 对自己的技术动作 真的是控制的太完美了 这是一个教科书一般的射门 就是一个小腿的这个原地摆动发力 哎呀 这个球打得太清楚了 太好了 腾大队把两个进球都留在了下半场 留在了自己球迷面前 孔卡的射门 留住孔卡 非常活跃 在球队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 仍然不遗余力地在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入围 哎 正危险啊 对方跑动当中的突然射门来自克莱奥 不是很充分 这球比较飘忽 必须这个球 二和三 漂亮 三比一 漂亮 二和三在失掉了一个必进球之后 这次在前门中把球挡进 三比一 看看啊 这个球啊 发了一个前点 二和三碰到了没有 好像是不是直接 又是一个大脚 返金的机会 高林 高林 投球 莫里奇 来了来了来了 漂亮 四比一 很大 这个球不仅杀死了这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也没有悬念 彻底把对手击垮 莫里奇 在他的带领下 广州恒大队我们现在都可以说 应该是能够顺利的进军决赛了 莫里奇在本季亚冠到目前为止打进了十一个进球 孔卡是进了六个球 对 离这个 二和三是下半赛季参赛打进了四个球 三名外援总共为广州恒大队贡献了二十一个球 另外莫里奇现在离亚冠的最佳射手好像就差一个球吧 好像就差一个球 最佳射手应该是十二个进球我记得 还有三场比赛 对方的目光现在有点呆滞